各位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胤 大家比較知道我是海角七號的GK 然後我自己也在組樂團 我自己個人對於非主流的這樣一個文化 大概已經是一個反射性的關注 那對於社群大概都是以慢慢了解的方式 去了解那個議題的深度 所以對於核四跟核能的這樣一個議題 就慢慢去有 大概經過一些涉獵的方式 就是涉獵方式去了解 後來我找到一個比較能夠說服我自己的講法 就是我讀到日本的宗教觀的時候 他們有許多一些物理學家 或者有一些宗教的學者 在講到說日本本身的宗教的觀念和歐陸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在物理學方面 那些古典的物理 歐陸很容易說出真理 譬如說像是牛頓的三 力學的三大定律或者是說微積分 他們因為在土地上面的天災以及地震是比較少的 因此他們對一個科學上的發展比較容易說出真理 也就是說透過一個數據或一個實驗 就很容易很自然的去將這個道理去說成是一個比較不容易改變的一個道理 但是換到日本這個環境呢其實並不是這樣 日本各位都知道是一個非常天災的一個島嶼 所以他們有海嘯 或者說他們有地震 就跟我們台灣一模一樣 我現在想要念一句話 這個句話是來自於日本文化他們所產生的一個觀念 但是我們可以問我們自己台灣人說這樣的一個觀念 適不適合我們 這句話就是何哲哲良所說的 天災總是發生在我們忽略的時候 天災總是發生在我們忽略的時候 因此現在這個核能電廠它的發電的原理是用核分裂的方式 也就是需要有輻射半摔期的右棒來作為能量的一個釋放 而產生那個發電的一個能量 因此在這樣的原理之下 我是絕對的反對核能 任何一個核能的發電 但是今天我和我一個念物理系的同學 在美國念物理系的同學有討論過 有另外一種核能發電是比較安全的 是一種核融核的方式 核融核的方式 但這樣的一個發展 離距離真正核電廠能夠安全運作的一個距離 還有很大的實驗距離 因此在這個核融核 我可能會支持的情形之下 現在這個核分裂的這樣一個原理 這個發電是絕對不安全的 所以一定要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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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